我叫包拯 是个 可拿 今天一 黑棋一 三个月前 我们来到了一个玄学小镇 这里的巡抚刘一死了 介于我这个肤色 我控制不住的抬了关 然后就把他身边几个朋友 一块给送走了 这个案子牵扯到了 犀利王的面具 唐雪山儿子旁同也来凑热闹 这让我压力很大 查案过程中 我还差点被凶手给扔下了山 但万幸我们这个剧的悬崖不争 但万幸 这是凶手给我的提示 故意让我发现 崖边的平台 从而了结了案子 至于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上一集 毕竟已经拖了四个月了 大家 这次事件中 我们还认识了两个人 一个是风大爷 一个是他的孙女小风筝 小风筝是一个长得超级好看的姑娘 会说话 是个女的 侧侧和他看对了眼 但他们两个具体发生了什么 我并不知道 事件结束之后 小风筝给侧侧留下了一张闲挂 就不辞而别了 这让侧侧很失落 但不管怎么样 人照刻 按照破 皇室的任务还得做 离开小镇 我们再次上路 寻找下一批倒霉 啊不是 寻找天王的下路 而这次 我们来到了一个小村子 这里 流传着 凤凰勾魂的传说 第四案 狗魂的凤凰 依旧不能自依压的 连环祖咒 杀人事件 离开道城继续西行 我们来到一个名叫凤凰村的地方 这里虽然偏僻 但人丁兴旺 十分热闹 这时 小门说自己的眼睛不舒服 侧侧也说自己负账的难受 考虑到这段时间 风餐露宿 难免会感染一些急症 索性我们决定 找个茶馆歇息一下 当我们坐下之后 老板给我们推销起了一种 叫大夫茶和大夫饼的东西 说是村里的一个大夫 教他们做的 我们这才知道 三年前 凤凰村爆发过一场瘟疫 死了很多人 就在他们觉得 抹得希望的时候 一个大夫 带着自己的徒弟 出现在了村里 大夫不仅治好了瘟疫 还在此订了居 教授他们防病防疫的知识 村民都把大夫 当成了活菩萨 侧侧问这个大夫 叫什么名字 他们说 大夫姓金 当过太医 我随即就想到了一个人 血医金馗 帅 太医院有一位神医 此人医术精湛 能治世间百病 这个人就是金馗 当时的金馗 身居太医院院令 他医术超群 人们将其与话驼扁 却相媲美 而他曾因治好了太后的顽疾 还得到了太后 奉关上的夜明珠 以作奖励 但金馗这个人 性格极其高傲自负 还有非公侯不一 非达官不一 非聚谷不一的原则 让人们又给了他一个 血医的称号 形容其人 冷血无情 三年前 金馗突然辞去官职 从此没了消息 没想到多年后 我们竟在这个小村落 再次听到了他的名字 更让我们意外的是 老板口中那位 玄壶记事的大夫 与我们知道的血医 大相径庭 正好侧侧小们生了病 我们决定 去拜访一下这位 金馗大夫 来到金大夫开的记事坊 他的三徒弟三羊接待了我们 跟着我们见到了金馗的师弟 献太怨怨令化雀 还有看到侧子就飞眼的狐狸 二徒弟二白 寒暄间我们得知 再过两天 就是金大夫的六十大兽了 嘿 这不巧了吗 我相信 我们的到来 一定会给金大夫一份大礼 明年的今天 就是他 之后 三徒弟就把我们带去 见了金大夫 金大夫见到我们很高兴 拉起小们和侧侧的手的时候 就开始唠家常 贵客迎门呐 公孙大人贵姓啊 我叫 包公子哪里不舒服呀 没问你 我问的是包公子 金大夫 我叫公孙 公孙姑娘 你哪里不舒服呀 我就是眼睛红红的 有点 你哪里不舒服呀 我就是觉得我肚子 噗 金大夫 我敬您试掌备 麻烦你试课 噗 我他妈 狗狗间遇到了喷子 侧侧被喷毛了 跳起来对着金馗破口大骂 但随即金大夫就问他 有没有舒服一点 侧侧这才意识到 自己的负账缓解了 原来从我们一进门 金大夫就看出了 小蛮和侧侧有病 自闭随后 他在拉着两个人坐下的时候 就替他们耗了卖 诶 这里不得不说一句 神医就是神医 隔着衣服都能耗卖 金大夫看出 侧侧是出了感情问题 优思欲劫才导致负账 所以故意叫错名字 让他把邪火给发出来 至于小蛮嘛 是刚火态中引起了红眼病 小问题 金大夫医术已入跨境 方才是晚辈卯撞了 诶 无妨 所谓先治人心 再治人身嘛 不过小黄呀 感情的事情不能强求 一切随缘 才是养生之道呀 小黄明白 没想到金大夫看似玩世不公 实则救人无形 着实让我们佩服 但随后三阳告诉我们 金大夫叫错名字 不是为了玩梗 而且他现在记性真的不好 不仅记不住事 还老把以前的事情 和现在的事情给记混了 刚才叫的小黄 就是典型的例子 诶 那小黄是谁 师父之前养的一只狗 因为侧侧他们还要养病吃药 又刚好遇到金大夫生日 金大夫就让我们留了下来 三徒弟帮我们安排好了客房 我向他问起了金大夫词官的事情 他解释说 是因为三年前 金大夫突然对自己的医术产生了怀疑 所以决定词官隐居 重新钻研 在凤凰村定居之后 他一改之前孤傲的脾气 变得乐善好事 这本来是件好事 但没想到两年前 金大夫大病了一场 之后他的记忆力就出现了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记性也变得越来越差 晚夕之际 三阳告诉我们 既然来都来了 那不妨去参观一下 济世坊后面的湖 那是村里的著名景点 说着 小麦就拉着我跑了出去 只不过 你们管这个 叫湖 这个看上去不大的湖上 有一个白草斋 还真是草啊 白草斋里 囤放着很多草药和主药的工具 屋外则有一面 看上去很假的石壁 这时 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一个丝马脸 他是济世坊的管家 名字叫关门 在这里科普一下 这个关门可不是我们理解的 那个可罗斯的洞 而是人的穴位 关门穴 其实不只是他 二白和三阳也是穴位的名字 不得不说 金大夫起名字 各位 讲究 公平安排一下 关门告诉我们 白草斋是他们建要的药炉 而这个湖名叫飞天湖 因为这个湖上 曾发生过凤凰飞天的奇观 另一头 展昭和侧侧遇到了花雀 谈谈之间 花雀提到了一本叫金粿医术的书 说这是金粿大夫 亲近了毕生心血 所著的一本医书 学医之人都奉之为宝 金大夫本打算将这本书 传给自己的徒弟 但因为记性不好 老给忘了 这事就一拖再拖 这次接着过生日 金大夫就像趁着自己 彻底糊涂之前 赶紧把这份医博给传了 与侧侧会合之后 我们交换了信息 一个是流传在村子里的凤凰传说 一个是谁都垂涎的宝典 金粿医术 再加上几个徒弟 之前微妙的关系 我隐隐地觉得 即将有大事发生 而就在这时 管家关门来报说 柴郡主和阵王来了 我们赶紧出门迎接 可没想到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冯大爷和小风筝 是老江湖骗子了 大家心里都有数 但我们是没想到 他俩竟然胆子大到 假冒皇亲国戚 虽然我们并没有见过柴郡主真容 但阵王长什么样子 我们心里还是有数的 装谁不好你装阵王 高端点行不行 你说你是曹公公呀 见可见度还高 为此 刚震不阿的李布侍郎侧侧 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他愤然冲去找到小风筝 立声说道 为什么你一声不肯就走了 知道我有多担心 侧侧知道 小风筝爷孙俩此行的目的 就是来打着看病的幌子 实则是来偷金大夫的那本金粿医术 但是 假冒皇亲是死罪 他警告小风筝让他们赶紧收手 没想到 小风筝却不慌不忙的给了侧侧一首诗 侧侧接过来一看 居然是那首关于天盲的谜语诗 关于天盲的秘密 从始至终只有皇上和我们知道 可现在小风筝不仅知道 还以此来与侧侧做交易 让我们帮他寻找金粿医术 他替我们保守我们正在寻找天盲的秘密 虽然知道小风筝不会害我们 但他是如何知道这个秘密的 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 所以我决定 我承认 我是美男子 但说好了 我不能出卖自己的身体 你想什么呢 我是让小蛮去和他聊聊 啊 哼 少年公孙色 我 你 不是少年色青天吗 晚上 我和小蛮看到金大夫在用九娇花 这种花叫丹心海棠 有剧毒 金大夫却说 毒与药并没有什么区别 药用量过猛就会变成毒 而毒拿捏适当 一颗变成药 这丹心海棠虽然有剧毒 但取少量入药 不仅可以驱杀蚊虫 还有凝神安眠的作用 所以 是药是毒 全凭用者一心 正在我佩服金大夫之际 后院有人大叫 凤凰出现了 我们随即赶了过去 没想到 还真的在那个 看上去很假的石壁上 看到了一只凤凰 侧侧嗤之以鼻 说这是一种神似凤凰 实则叫金雀鸭的鸟 可他话音刚落 石壁上又出现了二白的声音 管家关门 惊呼 这是凤凰勾魂了 我和侧侧见状不妙 赶紧冲到二白的房间 可屋里并没有点灯 也全然不见二白的声音 侧侧看到茶杯里还剩半杯水 而且茶水上温 那就说明人刚离开不久 同时 我在桌上看到了一个同心结 拿在手里 发现是湿的 我们走出房间 却撞见了一个背着包袱的人 而他就是金大夫的大徒弟 唐大追 之后的时间 我们找遍了整个祭祀坊 都没有找到二白 在石壁上看到二白身影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飞天湖 而唯一不在场的大徒弟大追 也表示自己刚从外面赶回来 半刀上还遭遇了一场大雨 他现在还湿漉漉的衣服 就是最好的证明 现在谁都没有嫌疑 那就只能说明二白是自己不见的 可问题是 他去了哪儿呢 这时 展昭发现门外有人 冲出去才发现这人是关门 展昭和他交起手来 没想到这货不仅会武功 而且还挺能打 虽然现在证明不了什么 但起码我们知道了 这人很不简单 第二天 二白的事情还没有着落 就又出了一件大事 金大夫要给小风筝整病了 嗨 不就是看个 嗯 柴郡主身患怪病无药可疑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但眼下的柴郡主是小风筝假扮的 那金大夫一检查发现没病 那还不玩了个蛋 但万幸 侧侧感到时 金大夫已经整脉结束 并亲自去给小风筝抓腰了 侧侧找到小风筝 问他是怎么骗过金大夫的 小风筝却表现得很冷漠 后来我才知道 这两人在前一天晚上就见过一面 本来还聊得好好的 小风筝却突然变了凉 侧侧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一赌气 就把之前小风筝留给他的那个闲挂还了回去 为此两人闹得很不开心 可是我想不明白 这两人为什么现在又跟没事人一样和我光洁 比起他俩的感情 我更关心凤凰勾魂是怎么一回事 这时小风筝告诉我们 凤凰勾魂确有其事 而且刚好还发生在两年前的今天 原来凤凰村里有一个叫凤凰节的习俗 说是为了纪念凤凰浴火重生 每年的这个时候 村里的人就会去河边放河灯 传说只要放走河灯后 再从下游捡回来 放河灯时许的愿望就会成真 而村里的姑娘如果有心仪的对象 便可在河灯里放一个童心结 如果成功捡了回来 再把童心结送给心仪的人 对方如果接受这份爱意 便会收下童心结 听到这里 我和侧侧瞬间意识到了一件事情 立刻返回了祭祀房 来到了二白的房间 这次 侧侧在地上发现了一行干掉的脚印 而我则在一个藏的极其隐蔽的篮子里 发现了一些药渣 我将药渣交给侧侧 他一闻就知道 这药名叫十三太保 我和侧侧找到正在煎药的大锥 据说他曾经因为煎药误了时间 被金大夫则骂过 所以从此再也不敢开小差 煎药时也会用有刻度的蜡烛来把控时间 但是这次 我们不得不又让他破裂了 因为我们发现 他撒了谎 停 就这一会儿的功夫 没这个必要了吧 那翻个音乐总可以吧 你随便 你说你是在二白失踪之后才回来的 实际上你早就回来了 因为你回来时遭遇大雨 脚上必然会粘到湿泥 这些湿泥被你带进了二白的房间 所以才留下了那些脚印 而我们在二白的房间里发现了这个 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还是湿的 你淋雨赶路 想必这个童心结 就是那个时候一块被淋湿的吧 哼 这能说明什么 万一是二白不小心自己弄湿的呢 童心结在你们这里是定情之物 只要在凤凰节是赠于心爱之人 你说的没错 眼下正是凤凰节 所以二白房间有一个童心结并不奇怪 可奇怪的是 我们发现了这个 十三太白 这是安胎药 你不会不知道吧 那也就是说 二白已经怀了身孕 一个怀孕的人 怎么会再次准备童心结送给别人呢 啊 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 二白喜欢的人就是你 你也接受了二白 但你没想到 他怀了你的孩子 虽然不是血清 但你们这种关系 依旧会被世人所不齿 你怕你师父知道这件事之后 影响到你继承金粿医术 所以你便把二白藏了起来 更有可能杀了他 对吗 你说的有道理 但我有一个问题 你说 证据呢 嗯 金大夫 大追说他是在二白失踪之后才回来的 实际上他早就回来 虽然怀疑大追的推论有理有据 但确实缺少决定性的证据 所以我们只能把事情转告给了金大夫 没想到 金大夫面对两个徒弟猪胎案结 表现得十分平静 不仅没生气 还说是自己没有开好头 但他相信 二白的失踪和大追没有关系 为了让我们放心 金大夫便将大追叫到了白草斋 当面问了他二白的失踪 是不是他干的 金大夫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 他相信自己的徒弟 不会对自己撒谎 我们也只好做吧 与此同时 放河灯的活动也开始了 小蛮展昭小风筝也参与了其中 他们把携有愿望的河灯放入水中 河灯随着一艘花船顺流而下 为了防止自己的河灯丢失 他们一直从上游跟到了下游 即便在过桥的时候 展昭听到了一声撞击声 他们也不敢走神错过河灯 就这样 他们顺着河岸而下 刚好遇到了我们 可就在这时 有人手指远处大叫道 凤凰勾魂了 我们转头一看 发现石壁上赫然出现了 大锥倒立的身影 金大夫连忙跑进白草宅 可大锥已经倒在了地上 金大夫搂着自己的徒弟哀嚎着 而我们发现 此时的大锥已经没有来到 紧跟着 花船出现在了河道上 人们惊讶地发现 原本空空如也的船上 却多了一具尸体 那是失踪已久的二白 金大夫拨开人群冲了过 见到二白的尸体 他门横一身 一头栽倒 昏死了一局 接连目睹 两位轻如子女的徒弟相继去世 金大夫婚死了过去 万幸华雀及时赶到 施以迎针将其救了过来 同时 借着月色 一群人来到了凤凰村 然后当即 给我们表演了一个扑街 带头那个头发长脸上的胖子 说他是镇上的捕快 叫赤飞 介于此人过于憨批 我就不给大家多做介绍了 总之 摆拼完赤飞 我们来到了河边检查花船 小蛮他们抱怨着 说自己许愿的河灯不见了 愿望就实现不了了 而我则在花船上 发现了一个狠心的缺口 之后 我们又来到了白草宅 当时金大夫在问完大锥话之后 就让他留下来 继续给小风筝煎药 房间里那根有刻度的蜡烛 和正在煎煮的药 就能证明这一点 只是奇怪的是 其他的油灯都没有灯心 最后我们检查了大锥和二白的尸体 我除了在二白的头发里找到了一些死掉的虫子 和他的指甲缝里发现了一些灰灰 别的什么都没有发现 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 我留意到了大锥的肩上有一颗小红点 同样的位置 二白的肩上也有 我们这才明白过来 不是什么凤凰勾魂 他们俩是被人谋杀的 我们做完调查 金大夫也醒了过来 此时的他全然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 在他的脑子里 两个徒弟还活着 我们不忍多打扰金大夫 便和三杨离开了房间 出门之后 我便开门见山地告诉三杨 我怀疑他 他紧张地折着手里的木棍 自知大锥和二白去世之后 现在最大的受益人就是他 但他告诉我们 他与师哥师姐亲如家人 不会为了一本书去杀人 而他也深知 徒弟的去世会给师父带来多大的打击 所以即便他有杀人动机 他也不会去做出伤害师父的事情 第二天 我们再次来到街上 凤凰勾魂的事情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还有人在给别人解释 勾魂和飞天的区别 说这次大锥和二白的身影 是脚上头下 这叫勾魂 而两年前那一次 是头上脚下 那才叫飞天 听到他们的话 再次勾起了我对两年前 发生的事情的好奇心 我随即询问 是非两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次 我们终于听到了所有人都不愿意提起的事 原来金大夫不只有三个徒弟 三年前他来到村子里治瘟疫的时候 身边还跟着一个小徒弟 这个徒弟名叫如新 是个非常聪明漂亮的小姑娘 当时只有17岁 村民们都非常喜欢他 只可惜两年前的凤凰节 人们看到了他的身影出现在了石壁上 接着就传出了如新失踪的消息 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直到是如新被凤凰带走 飞天成仙了 由此我们才知道 当初金贵还是太医院院令的时候 家门口多了一个常跪不起的女孩 这个女孩就是如新 如新的目的是为了求金大夫给自己的哥哥治病 但那时的金大夫全然没有打理他 就这样 如新跪了三天三夜 最终他的成心打动了血液 金大夫收留了他 并将他收为了入室弟子 只可惜两年前 如新突然失踪 金大夫为此备受打击 大病了一场 这些年 金大夫因为病情 逐渐忘记了有这么一个徒弟的存在 但弟子们依然为了避免金大夫再受刺激 所以才对如新的失踪闭口不谈 只留下了一个凤凰勾魂的传说 事情到了这里 我总算知道两年前的真相 但这又和现在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关联呢 我回想起大追遇害的那天晚上 树林里曾发生过响动 便进去看了看 结果除了沾了一头的树子之外 什么都没发现 就在这时 白草斋传出了一声响动 我们随即进屋查看 才发现是小风筝 我们知道 他又是来找金盔一树的 结果没说两句 他就被一柜子的虫子尸体 给吓到钻进了侧色的怀里 说笑间 展昭通过墙上的小孔 看到有人在监视我们 冲出去才知道 又是关门 关门见我们已经知道了如新的事情 就来解锁了新的故事件 他告诉我们 这个白草斋 曾经就是如新的房间 只是如新飞天之后 众弟子才将其改成了药房 眼看现在知道的事情已经差不多了 但案情依旧没有头绪 目前有嫌疑的人 自然就是三羊 花雀 还有关门 但案发时 我们都在记事 就算他们有时间 杀掉白草斋里的大锥 他们也没有时间 将二白的尸体 搬上花船呀 想到这里 我决定上机去找灵感 果不其然 出门我们就遇到了一辆手推车 失控从坡上滑了下来 跟着这辆车 又撞到了路边的另一辆车 一辆车停了下来 但另一辆车 却直冲向了一个小孩 关键时刻 赤飞冲了出来 才平安无事 而这时 我发现力量被装了车上 多了一个新的凹痕 我带着赤飞和小蛮 上山去寻找线索 在河边 小蛮发现了一蹴担心好 赤飞这才想起 曾在这里 看到过如心 拜计过什么人 凤凰村有个习俗 本地人去世 不会理非 所以小蛮推测 如心是来到凤凰村之后 与当地的某个人相恋 只是后来那个人不幸去世了 便埋葬在了这里 后来事实证明 如心的确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方 因为我们发现 如心曾为自己 定做过一套凤冠侠批 上面还专门预留了一个位置 来放一颗名贵的珠子 以做装饰 之后 我们顺着河岸 来到了当时他们追河灯时 展昭听到响声的桥边 在桥下 小蛮终于发现了 他们不见的河灯 而我也终于明白了凶手的手法 我们赶回济士房 直接来到了三岩的房间 他并不在房间内 但我发现他的背包上 沾满了树子 我们随即又赶到了金大夫的房间 此时的三阳 正在给金大夫喂药 侧侧立刻让他停下来 不出我们所料 药里被下了毒 凶手之所以能不出济士房 就能替换二白的尸体 是因为他早就准备了一条相同的船 村民们的花船 顺利而下来到桥洞时 刚好撞到了凶手藏在桥下的船 而二白的尸体早就放在了上面 之后 放有尸体的船被撞出继续前行 花船则被水里的木棍停了下来 跟着花船的河灯也留在了桥下 这样也就完成了更换尸体的手法 而大追和二白真正的死因 是被人用针刺进了尖井穴 这个穴位一旦被刺 就会伤及肺部 董行的人只要把空力度 就能让人瞬间死亡 凑巧的是 侧侧曾在三阳的房间 看到过穴位同仁 大追遇害的百草斋的墙上 有一个小洞 利用这个小洞将针打入房间 凶手便可以不用进入房间 隔空杀人了 能做到这一切的人有很多 但三阳却说了谎 案发当天 他说他并没有出现在百草斋的附近 但事实上 我看到藏在树林里的人就是他 他背包上的树子 就是最好的证明 面对我们的指控 三阳适口否认自己就是凶手 即便是给金大夫的药利用毒 那也是控制好了分量 用来入药的 他并没有毒害自己师父的意思 争执间 金大夫突然冲了进来 挡在了三阳面前 辩解说自己的徒弟不可能杀人 最终 是非只能暂时将三阳关押在了百草斋 留他一个人默默的折着蜡烛的木柜 晚上 我们来到飞天湖 经过白天的折腾 金大夫终于想起了自己的两个徒弟已经敌视 悲伤之余 他已经分不清楚我们到底谁是谁了 他努力的回想着 可越是努力 越是无力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在一旁陪着三阳 直到证明他的清白 可就在这时 石壁上又出现了人意 这次是三阳 我们赶紧冲到百草斋 发现三阳倒在地上 见他还有脉搏 关门随即将他抱回了房间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 三阳竟握起了师父的手 开始忏悔 说自己不该杀了他的徒弟 希望师父能原谅自己 但他强调 这一切都是为了师父 随后他将金大夫的手 紧紧握在自己的胸前 断气了 我和瑟瑟检查了三阳的尸体 他的肩上果然有一颗红点 之后我们回到了百草斋 在这里 我又发现了一堆虫子的尸体 还有被三阳折了一地的木柜 但有一个东西我始终没有找到 那是一根针 第二天 小风筝和风大爷走了 这次他把他的挂钱都留给了侧子 但唯独没有那张闲挂 其实自凤凰村相遇以来 侧子和小风筝的关系就一直很微妙 他看不懂这个女孩到底在想起什么 就如同那张闲挂 侧子明明已经还给了小风筝 可他又出现在了树下 当侧子再将闲挂交给小风筝时 他并不知道小风筝眼里闪过 到底是惊喜还是差异 小风筝又一次不辞而别 侧子的心绪跌到了谷底 也许这次真的后悔无期 虽然关于案件还有很多疑问 但三阳临死前亲口说出的话 足以证明他就是本案的真凶了 案件了结 我们也准备离开了 但就当我们出村的时候 一位街头卖艺的小哥 不慎失手伤到了自己 命悬一线间 关门居然跳了出来 对伤者施以明珍 并用一套娴熟的手法 替小哥止血疗伤 这一幕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 这个关门果然深藏不露 为此我安排斩昭再次对他进行测试 两人交手之际 他手腕上的伤暴露了出来 斩昭却问他到底是谁 可却被他以案件已经结束为由 敷衍了过去 处离村口 我们见到了金大夫 短短几天痛失三位爱徒的他 已经心力交错了 面对一位如此人心的医者 走到今天这种地 我既晚期又心疼 金大夫拉着我的手 说此别可能后悔无期 他助我多福多寿 不是活到九十九 而是长命百岁 告别金大夫 离开凤凰村 我心里总有一些不踏实 这时小蛮跑来安慰我 却不小心打翻了灯笼 他连忙扑灭火焰 拿出了蜡烛 看着从小蛮指缝间透出的烛光 我突然明白了凤凰勾魂的原因 跟着斩昭跑来告诉我 关门手上的伤痕 是大宋重刑犯所佩戴的丁靠所造成的 关门真正的身份是诡异观点 此人不仅医术精湛 而且武功很高 只因为后来杀了仇家 才铃铛入狱 与此同时的济世法 关门在百草斋前 看着金大夫正在烧着什么 走近一看 才发现金大夫烧的竟是金溃一束 他连忙上前阻止 却被金大夫一把推开 两人拉扯起来 这时斩昭突然出现 将其击退 随后我们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话却问我们为什么去而复复 我告诉他 案间的真凶令酒气 跟着 我独自走进百草 片刻后 他们发现了我的身影 出现在了石壁上 他们赶紧冲进了房间 但可惜我并没有被凤凰勾走魂魄 哼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其实凤凰勾魂的真相 就是一个人站在蜡烛前 他的身影会透过烛光 经过墙上的小孔 投射到石壁上 这就是墨金中提到的小孔成像 凶手利用这个原理 制造了凤凰勾魂的假象 但同时也暴露了凶手 真正的杀人手法 因为透过小孔投射的画面 是上下颠倒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勾魂的画面 其实是大追他们倒下的画面 那也就意味着 当我们看到二白被勾魂时 他也在白草寨 凶手将担心海滩的毒 根据算好了剂量放入蜡烛之中 使被害人在点燃蜡烛之后 在算好的时间中中毒昏迷 这也就是现场 为什么会有虫子尸体的原因 而要精准地让受害人 选中下毒的蜡烛 那就得对他们的生活习性足够了解 大追曾被师父责罚过 所以他熬药时 会使用标有刻度的蜡烛 二白的房间里有很多灯具 那是因为他怕黑 所以他会用最大的蜡烛 三羊紧张时会折手里的东西 而从小就被师父教导节俭了他 则会使用被自己折断过的蜡烛 凶手正是利用了他们的习惯和弱点 将他们迷晕 之后再堂而皇之地用针 刺入他们的肩颈穴 是的 凶手并不是隔空杀人 而是在我们发现凤凰勾魂 进入房间之后 当着我们的面 将他们杀害 而在这个过程中 对死者习性非常了解 又在两次事件中 接触过死者的人 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金溃大王 一开始我也不相信金大夫就是凶手 直到我听到他对我说 希望我多福多寿 不是活到九十九 而是长命百岁 他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那句话 是小蓝血的蜡烛 二白被勾魂死 我们并不知道二白再白藏 凶手在我们离开之后 先将被迷晕的二白藏进炉灶 等事态过去之后 再将其杀害 并在凤凰劫时 将其转移到了花船上 那也就意味着 他事后要处理掉桥洞下的花船 所以他不可避免地看到了 桥洞下的花灯 也就是说 只有凶手才会看到这句话 金大夫记忆不好 但这句话 却留在了他的脑子里 而这也就成为了 暴露他是凶手的最大破坑 我怀疑过很多人 唯独没有怀疑过金大夫 那是因为他与徒弟之间轻如父子 他并没有杀人的情 可当我知道如心的存在时 我渐渐地发现 这背后还有更大的问题 疯狂村有个习俗 是不给当地人立典的 所以当我们发现 这里曾埋葬过一个 对如心很重要的人士 我们自然地想到 他是与本地人相恋了 还准备成亲 但我们却忽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心曾定制过的凤冠上 为一颗名贵的珠子 预留了一个位置 那颗曾经因为治好太后顽疾 从而被家教 也无助 没错 与如心相恋并打算成亲的人 就是金大夫 河边埋葬的人 确实对如心很重要 因为那是他不惜常贵 三天三夜都要拯救的哥哥 换言之 他们都是凤凰村的人 而这也就解释了 金大夫为什么会定居凤凰村 只可惜 他们不仅是师徒关系 还是忘年恋 这注定是一段 被世俗所不能容的感情 徒弟们为了保住金大夫的民捷 极力阻止 但金大夫早已不在乎世俗的看法 所以他们只能在两年前的凤凰节 杀掉了人士 三阳在百草斋中毒的时候 他就知道自己的师父 要对自己动手 所以他做出了忏悔 他口中的徒弟并不是大椎和二白 而是如心 他不奢望师父能够原谅自己 所以是他自己将金大夫藏有真的手 放在了自己的肩上 金大夫 发现大椎和二白尸体时 发现大椎和二白尸体时 你那么痛苦 那些都是真的吗 我曾经不可遗世 是如心的出现 让我重获形成 是他的善良和仁慈 告诉我 我这么多年的医术都错了 同时我发现 我也不能再没有他了 三年前 我辞官来到这里 我打算娶他 但徒弟们不同意 后来如心不见了 我大病了一场 脑子就不行了 一年前 我偶然发现了凤凰飞天的秘密 那时候我才知道 是我最心爱的徒弟 杀掉了我最心爱的女人 我的心 痛得不能再痛了 这万年来 我记性越来越长 我忘了如心 忘了一切 我只记得 我有一件心事未了 有个仇要报 而我的仇家 就是我的三个徒弟 你们来了 我知道我不该动手 但我怕我忘了 怕忘了 替如心报仇 金大夫被关押了起来 他将被送往京城后室 凤凰村的村民们 都来为他送行 如果他和如心的感情是真的 那可惜他们生错了时代 在大宋 即便他们可以结合 这世俗的三纲五常 也会压垮他们 讽刺的是 徒弟们为了保住 金大夫的名誉 杀死了如心 可他们自己却诸胎案件 金大夫治人一世 最终却治不了自己的心 看到徒弟死后 他的悲痛是发自内心的 因为他自己也忘了 自己杀了女 但他同样也忘了 如心 拼起来 就是一个数字 送别了金大夫 我们离开凤凰村 继续赶路 再往前走 就出了御门关了 茫茫荒漠 烈日灼心 顶着风沙 我们穿过一片荒地 一座土城 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我们 终于到 进去 照片 我们的车 我们在这里 我们的车 透过一片草 出现在 我们的车 感谢观看